詞 李宗盛 詞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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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什麼 電流 要把它背起來 Ki 我是用Ki還是Ki Ki Ki 馬達的扭力跟電流成正比 還有咧 馬達的感應電動式 跟什麼成正比 轉速 OMG M Ki 是不是 這裡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那 如果是 這個MKS 式的Si unit的話 你用 Si unit 就是這種公字 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Ki跟Kb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個KI會等於KB 數值上會一模一樣 如果是MKS 然後電壓是用伏特 然後力量是用牛頓 強度是用米 這些FI 這兩個 數值會 一模一樣 這可以嗎 一模一樣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在做 比如說機跟電 或是電跟機之間的能量轉換 是透過磁場 我們假設磁場都沒有任何損耗的話 輸入的功率等於輸出的功率 輸入的機械功等於輸出的機械功 輸入的電功等於輸出的機械功 從這邊我們可以證明出來 KI會等於KB 有沒有問題 那馬達這邊 這邊 我們有一個馬達 然後這個有兩根電線 我們這邊指的是這種 這個 泳池式的 有刷子有馬達 當然如果你用的是 無刷子有馬達的話 它可能會好多條線 這邊馬達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你們在玩這些 小玩具啊 四驅車啊 那個馬達 可以嗎 有兩根線 那這個馬達模型是什麼 馬達模型是 我這邊如果給它輸入電壓的話 輸入電壓我用EI好了 EI 輸入電壓 然後呢 你輸入電壓這邊會怎麼樣 一開始轉對不對 一開始轉 電壓越大轉了就越 為什麼 越快 它會不會爆掉 不會吧 對不對 可是 你同樣的電壓 你那個 那個小車車在上坡的時候 它就會轉得比較 什麼 慢 為什麼 因為外界有干擾 可以嗎 干擾是來自重力 好 那這個 從電壓到這個 轉速之間的方塊圖 都算的模型會是什麼 那我們就來看了 這個轉速 乘以K B 會得到什麼東西 感應電動式嘛 那感應電動式 會吃掉一部分的什麼 輸入電壓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雖然沒有畫 你們要把 那個馬達那個電路模型 要 要 要放在頭腦裡面 那個電阻電容 然後感應電動式 然後接到機械端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那個圖要放在頭腦裡面 好 所以剩下的這個部分 剩下的電壓 幹嘛 它要產生電流對不對 產生電流才會有扭力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剩下的這個 這個 這個電壓怎麼產生電流 因為有電阻跟什麼 電感 對不對 那電阻跟電感所造成的 這個 如果電壓是輸入的話 電阻跟電感 就會形成一個 低通濾波器 把剩下的電壓 經過低通濾波器 就會得到電流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從微分方程導出來的 如果不記得的話 三一半上一十的筆記 有沒有問題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然後這個電流 怎麼產生扭力 這邊好像畫得太密 我把它拉長一點 這邊是Omega M 這個電流怎麼 電流怎麼產生扭力 可以什麼 Ki 對不對 Ki 好 那Ki這邊就有扭力了 那扭力怎麼產生轉速 就看它的轉動慣量 還有什麼 還有阻鈴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什麼 Js加D 分之1 那J是 反射到馬達端的轉動慣量 B是什麼 反射到馬達端的阻鈴 有沒有問題 這次方額圖要 要有很深刻的了解喔 我下次考試一定會考喔 而且是變化題喔 了解 好 那如果說外界有干擾 如果外界有干擾的話 那外界干擾的扭力要放在什麼地方 要放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外界有干擾的話 要放在這邊 對不對 對不對 跟馬達扭力相加或相減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馬達的模型 所以這馬達模型會是幾階的 對 還有如果說 你想要 得到 你想要知道轉速的話 要做 這邊還要在做什麼事情 有 不 你想要得到轉角 抱歉 這裡 這裡方塊圖 它在塞一個什麼 塞一個什麼 積分器嘛 是不是 好 所以說如果 我們看的是馬達從 輸入電壓到轉速之間的關係 會是幾階的系統 會是幾階的 你看這邊一階對不對 這邊一階 撐起來變幾階 二階 對不對 當然你要用回收的方式來算 G除以1加G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知道嗎 G除以1加G 大家考試最後一題應該都有很深刻的體驗 好 那如果是到 要求輸入電壓到轉速之間的 模型的話 會是幾階的 三階 因為還在分母還在除以S 對不對 那這馬達的模型裡面呢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假設就是 實際上這個也是事實 這個通常電的動態 會比機械的動態快還慢 快嘛 這個可以接受 我們講說那手機 這個幾個Giga 你沒有聽過哪個機械系統 那幾個Giga 所以電的系統的反應會 會比機械還快 所以 那 所以既是這個原因呢 事實上這個L 這個 這邊電這邊的時間長數 跟機械這裡的時間長數 比起來是很短的 那 這邊是LR circuit LR circuit的時間長數是什麼 R分之L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學過吧 RL circuit的時間長數是 L除以R 對不對 RC circuit的時間長數是什麼 R乘以C嘛 OK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時間長數是很短的 或是說這個L是這樣 蠻小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L 可以把它忽略掉 這裡的機械的時間長數 跟這個電的時間長數 比起來 這個是很小 我們把L忽略掉 如果把L忽略掉 這個系統變成 如果到輸出轉速的話 變成幾階 變幾階 蛤 一階 一階而已對不對 所以 一階的話 我就可以去 它的轉移函數呢 事實上可以寫成 什麼樣的形式 K 然後 TAU S加1 OK 一個一階的系統 那這個K啊 TAU啊 會跟 這些R KI啊 KB啊 JRB啊 這些 有關係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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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這邊如果是RL 趨近於0的話 如果這邊是EI 修復電壓到轉速 之間的轉移函數 就是怎麼樣 還要再積分一次 OK 可以 好 那未來幾張 我們要再開始進入 控制器的設計跟分析 如果我們看到這樣的系統 你就要做一個聯想 看到一個K-TAU S加1 你就把它想像成這個系統 要被我們控制的這個系統 就是一個什麼 馬達 在做什麼控制 做什麼控制 轉速控制 可以 那如果你看到一個受控場 它轉移函數長這樣子 你就要想像成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蛤 馬達 在做什麼控制 角度控制 對不對 輸入是電壓還電流 蛤 輸入是電壓還電流 電壓 那這邊 我們 稍微離題一下 我以前考試有考一題 你們拿到一個Power Surprise Power Surprise通常會有兩 Power Surprise會有給你選擇 就像你們在電路學 有學到電壓源 還有學到什麼源 電流源 所以 好的時候Power Surprise可以選擇說 你這是電壓輸入還是電流輸入 可以嗎 可以嗎 有經驗嗎 有經驗 看過Power Surprise 玩過 知道齁 好 那你一旦選擇電壓輸入 你就要小心不要把它怎麼錄 要做傻事 不要幹嘛 要把它短錄對不對 當然它內部會有保護啦 不過盡量不要做傻事 對不對 如果是電流的話 盡量不要幹嘛 開錄 OK 知道 知道 提醒一下各位 不要做傻事 在大學的裡面 要開始建立自己的專業 已經大三了 過一兩年就要出去工作 要建立自己的專業 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專業建立起來 這個 然後 好 我要講什麼呢 如果說 這邊的輸入我改成電流的話 我以前考過這個題目 這邊的輸入我變成一個電流源 變成一個電流源 變成一個電流源 I 而且II很怪怪的 我答應大學 好 變成一個電流源的輸入 欸 這時候的 受控場 會變成什麼 如果做轉速控制 會不會什麼 我考過了 會不會 會不會 非常的簡單 可是很多人都 大部分人都不會寫 因為電流 又跟扭力成正比 對不對 然後扭力經過一個什麼 地動濾波就得到什麼 轉速嘛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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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阻尼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積分器而已 因為扭力到轉速 基本上就是一個什麼 你把轉速微分就得到扭力嘛 當然還要可以轉動慣量 對不對 微分就是一個S的動作嘛 所以這邊就是S分之一而已 這是以前的考試題目 因為我們在控制馬達 有時候我們會 採用這個 電流控制 因為電流直接控制扭力 特別是在機器人的應用上 有時候我們會 會希望做力量控制 像上次那個 導單擺那個獨人車 我們就是做控電流 不要輕忽這種題目 這個考出來 這麼簡單就是 本來這個還是 還這麼複雜 或是二階或三階的 如果變成電流控制 就變成一階的 所以大部分都不會寫 可是這邊就是用到基本觀念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差 沒有差 因為輸入是在這裡啊 輸入在這裡啊 了解 那個被驗驗被誰吸收了 被誰處理掉 被power supply 本身自己處理掉 知道 所以或是說你的power supply 裡面還有一個控制系統 它實際上還是在調節電壓的 了解 只是裡面有看到而已 它裡面還有一個控制系統 那控制系統的輸入就是電流 那個 那個crmine就是電流 然後它是調節電壓 讓這個 它真正的電流 跟你設定的電流幾乎是一樣 知道嗎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個內迴圈 就是電流回收 好的power supply 那個電流回收的頻寬很寬 你讓它電流多少它就多少 它就會自己就 它會自己把那個bakeem把它吸收進來 然後去調整 調節那個電壓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這事實上是有付出代價 是有 背後有人在那邊做一些事情 讓你可以控制起來很方便 所以 特別對於機器人來講 這個 如果能夠直接控制扭力是比較好的 它的動態會比較乾淨 會比較乾淨 那如果你是控制電壓的話 那電的動態 常常會跟機業的動態偶爾在一起 比較討厭 然後 對 我為什麼講到這裡 回來還要講什麼 不過這邊先講一下 如果是C打M 怎麼樣 在做什麼事情 積分就好了 了解 了解 好 所以 馬達部分 這裡 黑板上寫的東西 要 要完全 了解 這個部分是非常非常積分的 有個馬達特性曲線 有個馬達特性曲線 Om M 跟T 馬達扭力 跟轉速的關係 固定電壓之下 會怎麼樣 對不對 那電壓如果越來越大 斜率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 結局就越來越大 了解 然後在這一點就是你把馬達怎麼樣 把它握住讓它不要轉 OK 了解 那這邊的轉速就是它完全沒有負載的時候 它自然會達到這個轉速 好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動態 如果我去看說 如果現在時間軸變成T 這邊是它的轉速 我給它一個固定的電壓 馬達給它一個固定電壓 馬達 反應會怎麼樣 會長什麼樣子 來 這個 選擇題 可能考試題目 來 給個固定電壓 馬達 直接給固定電壓 你們繞了馬達 來 這邊是A 這邊是B C 然後 這個是C 這個是C B我用紅線 來 給它一個固定電壓 那 它出來的轉速的響應 會是哪一個 A的舉手 有A的 一個 B的舉手 一個 C的舉手 為什麼 C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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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馬達到轉速的關係是幾階的 一階的 一階的 一階的系統呢 絕對不會震盪 一階系統給它Step 絕對不會震盪 為什麼絕對不會震盪 自己回去想一下 會震盪一定是二階以上 OK 自己回去想一下 電路學翻一翻 一階系統絕對不會震盪 如果Step 一階系統Step Reform 絕對不會震盪 好 那為什麼不是B 因為一階系統的話 這邊的斜率呢 會跟它時間長數有關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所以一階系統的話 一剛開始這個斜率絕對不能是零的 了解 回去翻翻電路學課本 電路學課本說 這個斜率這邊 如果從原點這裡 斜率畫下去 切到你的穩態的時候 對應的時間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什麼 時間長數 要記起來啊 回去推導一下 這很簡單啊 回去推導一下 好不好 這個 這個姿勢對於在實作 滿有幫助的 有時候你一階系統 你要判斷它時間長數 你就直接這樣拉起來 這邊 看看這一段是多少 就是它時間長數了 不然你就要看說 它到達穩泰值的 百分之六十三點多少的時間 是它的 時間長數 對不對 都沒有印象 一階的電路 老師都沒有交 有啊 有啊 有點點頭啊 可能不同班喔 好 那 所以 那 對於這個馬達 如果你對這個 所以它這邊有個上升時間 你對它上升時間不滿意怎麼辦 我希望它反應快一點 很快的到達我要的轉速 怎麼辦 你要嘛就是改變這個馬達的設計 對不對 改變馬達的負載 不然就是要用 幹嘛 我們這門課要幹嘛 我們這門課在學什麼 我們這門課在學什麼 這門課叫什麼 控制系統 我們就用控制的方法 來讓它 反應快 為什麼要用控制 有幾個原因 以前要你們背的喔 什麼 可以改變系統的反應速度 然後呢 降低這個外界干擾的影響 然後改變系統的穩定性 那降低系統性能 對一些參數的敏感度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改變你的反應速度的話 與其直接去改硬體 我們可以透過控制系統 加回收 就會改變你的反應 我們接下來幾張 我們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設計控制器 改變你的反應速度 另外如果說你對反應速度不care的話 那你這個性能 馬達你要什麼轉速 我就給他一個電壓 對不對 可是這樣是很脆弱的 一旦 你這個馬達如果外界有 有負載 比如說你帶一個電動車 他如果上 上坡或下坡 你給他同樣的電壓 得到的轉速會怎麼樣 會不一樣了 瞭解 因為什麼東西進來 TD進來了 TD對 對Omega M 也是會有影響的 那TOTAL的Omega M是 輸入的電壓跟干擾力局 合成的結果 OK 所以你要如果要降低這個 這個 這個外界的干擾力局 或負載力局 對 對於轉速控制的影響的話 這個 這個 除非你事先知道 這個負載力局多大 你就把電壓調大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就可以用 自動控制 自動控制來 我們 就 把轉速拉回來 跟這個 我們設定的轉速來做比較 得到誤差之後 經過控制器去決定 你輸入電壓是多少 所以那個電壓就變成什麼 誰在調整的 這邊電壓誰在調整的 你的控制器在調整的 了解 這個控制器就像這樣 有一個很聰明的操作員 然後他一直在調整 這個power supply的旋鈕 如果轉速掉下來 他就把電壓怎麼樣 調大 如果轉速太高 他會把電壓什麼 調小 所以他相當於是一個 很聰明的操作員在那邊 而且他反應很快 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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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